李嘉欣出世早有预兆意外揭露与许晋亨婚外丑闻 看他对何超穷做了啥 近日刚解李嘉欣自曝病重 入院险些丧命 在其上一处的照片中 李嘉欣躺在病床上 双手都插着管子 脸部复众明显 据悉李嘉欣病情十分凶险 心肺肝肾肾功能几乎丧失 参与抢救的医生套路 索性李嘉欣生命力强 抽掉了废基水后就有所好转 如果血液不能到达脑部 他就会成为植物人 尽管差点遇死神擦肩而过 评论区却不少人纷纷大骂 他是晚年抱引因果循环 还有人说何超穷终于大仇得报 这也意外揭露了李嘉欣 当年与许晋亨的婚外丑闻 2020年6月26日深夜 也就是赌王葬礼前夕 李嘉欣在微博发布了一张 和男性友人的合照 这位男性友人不是别人重视陈百强 图片的配文也相当高调 李嘉欣直呼陈百强是自己高中以来 唯一的偶像 通过这条内容 不少网友们还是研究看出 李嘉欣的真正用意所在 李嘉欣在独王趋势的这一时间档口 发布这种内容 无异于是在何超穷的伤口 再撒上了一把烟 何超穷与陈百强原本是一对神仙伴侣 被独王父亲拆散后 被逼嫁给了富豪许晋亨 之后陈百强选择自杀 他也冲了何超穷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痛 许晋亨也明白 这段婚姻也就是屠有须敏 徐晋亨原本就是个风流浪荡子 一直婚书也拦不住他的烂讨话 李嘉欣搭上了徐晋亨之后 直接就锁定了转正的目标 公众场合跟徐晋亨有亲如棒 两人的亲密镜头 抱揽了各大娱乐板块的头条 李嘉欣也丝毫不掩饰 他跟徐晋亨的关系 里面开战挑衅何超穷 直到何超穷和徐晋亨已婚 李嘉欣成功上位 让让李嘉欣没有想到的是 加入豪门后算盘落空 徐晋亨父亲徐晋君 早就看出儿子不是块好料 而李嘉欣也就是个花瓶 自己一手创立的百年基业 若是交到他们手里 不过今年就得被挥霍一空 因此他在临终前 便没有直接把420亿遗产 交给在世的唯独子徐晋亨 而是办理了家族信托基金 将遗产交给他们处理 徐晋亨和李嘉欣 则每月领取200万生活费 如今李嘉欣突然患病 差点丧命 而何超穷已经成为了 身价500亿美元的香港女首富 不得不说天的好轮回 长天绕过水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评论